這個正常互訪是事實啦 因為其實日本自民黨的青年局 也已經組團來訪 我們也在代表國民黨 代表立法院也都有所接待 所以當時也都預告 其實在疫情稍緩今年夏天 這樣的互訪會有更多更頻繁 那事實上我才從世界跑一圈 走每家各國的國會 事實上在海外他們的這種互訪 其實都已經恢復正常 所以這個國會互訪 我覺得是算正常 但台日之間剛才 軍議委員之前所講的 有這個結構上面的友好 這是事實 現在也在增進 但是我認為這種喪禮外交 還是有這個私人的因素在裡面 原因就是說我們舉這個2015年 李光耀前那個資政 新加坡的前那個資政 他過世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因為馬英九總統 跟過去擔任蔣經國總統的秘書的時候 也常常是他們互相寫信的中間人 所以馬英九總統跟李光耀 李顯龍家族都有很深的私人情疑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也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裡面 然後家屬就決定說應該在這個時刻 讓馬英九總統也能夠到這個地方 來跟李光耀前那個資政說個再見 所以說我想在這種 因為他不是一個正常的狀態 那我們其實都有一個傳統的觀念 死者為大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家屬的一種情感上面的一個需要 反而會是在這個這種喪禮外交的這個背後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存在 那所以說我會以這個來做比例 是因為我認為這一次雖然台日關係友好 但是這個喪禮外交 如果不是說賴清德跟他們有一些過往的一些關係在的話 未必是他 也未必會有 那麼所以這一次定調的私人行程 我覺得是跟過去一樣 是一個比較妥當的一個做法 那我覺得我們在看待這個 他是一個這個意外的發生 那他也意外的造訪 那這個未來台日關係會有什麼的變化 我認為不會有太大的一個影響 那現在這個國會的互訪 雙方的正常關係的恢復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應該觀察的重點 這個就是說民進黨呢 像比如說鄭文燦啦 還有這個鄰居 他們就要常調說他是特使 他是特使 他就不是特使 日本媒體呢在第一時間呢 就很清楚的 他是私人的訪問 特使是總統特使 然後賴清德呢 因為這次的事情 所有的添加在他的身上 比如說哎呀對他未來選總統 有多大的幫助啊什麼 通通沒有 結束了 隨著他回來呢就結束了 因為呢未來呢誰代表民進黨選總統 黨內還有得打的 而且呢到時候呢說到底 誰對我們未來的這個總統人選呢 有幫助的或者是說有真正影響的 是美國也不是日本 第二個第三個就是說 他這個私人的行程啊 是非常非常低調的啊 中方跟日方呢 在拿捏這些分寸上的時候呢 特別是日方 都是非常的小心注意的啊 日本的外相呢 這個林芳正在被問到的時候 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連賴清的名字都沒有提 然後呢中國的外交部 為什麼他會要這樣子發言 因為媒體問的是說 台灣的副總統 他就告訴你沒有所謂的副總統 然後呢他就拿到了 國家的層次上面來去表態 可是就習近平來講 我說大陸在這件事情的操作上 第一時間呢當這個趙立堅 這個發言人 他們就先定調了他對於 安倍對於中日啊 在他的任內的創造了一個 一個很有貢獻的之後 強調任內就是 對強調任內 強調安倍任內的貢獻的時候 他那個時間點 他還是讓網路上面 因為網路上面 大陸那種反日的情緒很大嘛 他還是讓網路上面去燒 所以就有很多的一些的 很不恰當的這些話呢 批評通通都出來了 可是等到第二天 當習近平發了驗電 而且呢他不但是用這個 國家主席的這個名義 和這個總理呢 李克強發了這個驗電 他也用私人的名義 強調跟安倍之間的 私人情誼的時候 你就注意到喔 大陸上面的網路的一些 很比較超過的這個帖子呢 其實大概就都沒有出來了 所以他們沒有放任這種 安倍呢在卸任之後呢 去參拜靖國神社的 這些的舉動 還有修憲的舉動 所引起的大陸內部的 反日的情緒一直不停的燒 而在這個參與 有關於安倍家紀的上面呢 布林肯他代表的 他是國務卿 他代表的是美國政府 他到他改變行程 然後去慰問的時候 他是在首相官邸耶 他是在首相官邸 他是沒有到安倍的家裡去的 是安倍的家屬到了首相官邸 來見這個布林肯 布林肯表達慰問之意 可是賴清德他是到他家裡面 表達這個慰問 然後參加了在曾上市的這個家紀 所以他不是官司訪問 他一點都不是 所以說任何的 在這個地方上面的加油添醋 要去凸顯這個賴清德 就是這一天 所以他回來就結束了 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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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茶